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还是在使徒行传 我们今天看的内容是受神之托,终神之事 不过在这个之前,我还是想继续跟大家来说一个新年快乐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上次皮特丽兄也提到 是在元宵节正月十五之前都是新年 今天是正月初十,所以祝大家新年快乐 其实我们跟犹太人还蛮像的 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过节也是过满长时间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去参加一些在我们那边的婚礼 其实都是持续好多天的 犹太人的婚礼也是持续好多天的 犹太人还有其他的很多节日 有好的节日都是持续很多天的 大家如果知道的话,上一次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 说到保罗,他说刚刚过了逾越节 几天之后呢,他就想着下一个节日是五旬节 他在五旬节之前赶到耶路撒冷去 在犹太人当中,有一年三次所有的犹太人的南丁都要去耶路撒冷过节的 其中一个就是逾越节,一个是五旬节,还有一个是祝鹏节 逾越节大家知道是从他们的年历的正月十四到二十一的 所以这个时间挺长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节日当中还是继续跟大家说新年快乐 我们在过节的时候也特别想到神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 因为回首过去一年 神虽然在这个困难当中 还是给了我们很多的技术上面的便利 生活上面的保护,身体的健康 然后我们有生病的主流的肢体 神也医治他们,也保护了他们 所以我们回首的时候也看到神的祝福 我们为此献上感恩 我们也非常的期待 我们也知道神对我们的应许 祂是我们行祂的道,遵行祂的旨意 祂也会把上好的麦子充满我们 从磐石当中所出的蜂蜜来使我们饱足 感谢主 我们今天来继续读这一段的经文 这段的经文还是在《使徒行传》 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的第20章17到第38节 那么我们刚才所说的上面的一点点 是在上面一点点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在上一次所谈到的当中 就是看到15节的那里 15到16节 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的之前一点点 就是保罗巴布德的赶五星节 能够到耶路撒冷去 那么他究竟赶到了没有呢 我们来读 而且他赶到之前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他为了达了这个旅行的计划 他做了什么样的安排呢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第17到第38节 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赴索去 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来了保罗就说 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 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 服侍主凡事谦卑 眼中流泪 又因犹太人的谋害 经历失恋 你们也知道 凡与你们有益的 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 或在众人面前 或在个人家里 我都教导你们 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 当相神悔改 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 心甚迫切 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 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振 说有捆索与患难等待我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执事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 传讲神过的道 如今我晓得 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 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 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 罪不在我身上 因为神的旨意 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 圣灵内你们做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以自己谨慎 因为全群谨慎 牧养神的教会 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我知道我去之后 必有凶暴的财囊 进入你们中间 不爱惜羊群 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 说被遗留的话 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 所以你们应当警醒 纪念我三年之久 昼夜不住地流泪 劝见你们个人 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 和他恩惠的道 这道能建立你们 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 同德基业 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 银衣服 我这两只手 常供给我和我同仁的虚羞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 叫你们知道 应当这样劳苦 扶住软弱的人 你就当纪念主 耶稣的话说 诗比兽更为有福 保罗说完了这话 就跪下同众人祷告 众人痛哭 抱着保罗的景象 和他亲嘴 叫他们最伤心的 就是他说 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 那句话 于是送他上船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看到保罗服侍你的心智 无论到哪里去 就算圣灵在各城 向他指证说 有锁链 和患难等着他 他还是要去服侍你 并且他服侍你的时候 是反噬千辈 求主保守我们 因为他也明显地 用神的话来护照我们 说他这样做 也是为我们立下榜样 就像耶稣为门徒洗脚一样 他说 我为什么要为你们洗脚 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我是你们的老师 你们讲得不错 我尚且为你们洗脚 你们也当效法我 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 彼此相爱 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 世人就知道 你们是我的门徒 主啊 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这样的挑战 这样的榜样 这样的呼召 今天也是临到我们 让我们顺着 耶稣基督的榜样 顺着保罗 顺着各圣贤的榜样 顺着我们周边 那些效法神的人的榜样 当他们效法神的时候 他就成为我们的榜样 我们感谢神 我们就这样跟着 主耶稣基督的脚步 一步一步跟着他 虽然有暴风雨 虽然有暴风雪 虽然有患难 即便是有困索 我们还是跟着他 因为我们知道 他的恩典够我们用 谢谢神 这样的世人带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道 阿们 好 感谢主 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一段经文当中 涉及到有几个段落 和几个时间 和几个地点 我跟大家稍微 再就是复习一下 我们所看的呢 是在十图行传的 第二十章 这个是处在保罗 第三次的旅程当中 这三次的旅程当中呢 它就是一方面 各处传福音 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是 它去兼顾那些 已经信福音的门徒 并且装备他们 并且把他自己的榜样呢 来给这些门徒 让这些门徒 可以效法他 如何去效法耶稣 所以在这一次的旅程当中 第三次的旅程当中呢 他大部分时间 是在以赴索待的 总共有三年多的时间 当然在此期间 他曾经有好几个短的旅程 去到马其顿 去到格林多 到雅典 也曾经去到其他的一些地方 那么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看到 这个使徒行传 这个当然是以它来为重点 这几章是以它为重点来写的 但我们同时看到 圣灵一步一步来带领他们 有好多人 我们在过去的几次的 这个学习当中 我们看到 有的人的信主 甚至跟保罗 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跟那个使徒行传里面 记载的那几个重要的使徒 也看不出明显的关系来 有可能是他们一代一代 又在这样的传了 好多年下来 有其他人也信主了 这个从另一个角度 也告诉我们呢 有人称使徒行传 为圣灵行传 是非常有道理的 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无论是我们 在使徒行传里面 记载的 保罗的传福音的路程 和兼顾门徒的路程 还是其他的一些 我们找不到 找不到明显的 这个痕迹的 我们都知道 这是圣灵在各处带领他们 圣灵是怎么样带领彼得 在异乡当中 让他去向外邦人传福音 圣灵是怎么样带领菲利 到抗原里面 去找到 埃塞俄比亚的官员 圣灵又是怎么样带领 保罗和他的同工 去过到马其顿去 圣灵又是怎么样带领保罗 一步一步 就是从哥林多到雅典 又到以弗所 然后回到耶路撒冷 这都是圣灵很清楚的带领 所以我们非常高兴 看到使徒行传 实际上也被人称为圣灵行传 是非常的有道理的 感谢主 那我们今天 还看到这个圣灵是清楚的 还在继续工作 在我们众门徒当中在工作 我也很高兴 今天在主族学的时候 听到好多弟兄姐妹分享 圣灵是怎么样引导他们 圣灵是怎么样 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结出果子来 这个果子 当然就是 加拿大书里面所记载的 有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真是感谢主 圣灵怎么样带领这些使徒 怎么样带领这些先知 门徒 今天也照样在带领我们 那么这个是他的第三次旅行先教 当中他就从米利都这个地方 大家如果看到这个地图的话 是在这个海边的一个海港 一个海港的人叫米利都 离以弗所 大概当时的路程有差不多一天的时间 那么他为了赶路到耶路撒冷去 所以他就决定了不去以弗所 他自己如果一去再一回 可能要超过两天的时间 但他如果提前安排好了 让以弗所的长老呢 在米利都那个地方等待着他 他就可以在那里节约一点时间 然后顺利地赶到耶路撒冷 这是他当时形成的计划 所以等到那个长老来的时候呢 他就给了他们一个临别证言 就好像说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当中 最后的几句话当中 他说他们抱着保罗的景象 痛哭流涕 为什么呢 是因为当中保罗曾经讲了一句话 他说你们可能以后再不会见我的面了 这个是让他们最伤心 所以他们要离别了 当他们离别的时候 常常会有一些话可以讲出来 常常会有一些事情 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常常会离别的 我相信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 也跟自己的家人离别 在毕业的时候呢 跟自己的同学们离别 这个参军回家复员的时候呢 有的人跟自己的战友离别 很多的离别 我们这个知道有一首很有名的离别的歌 就是李白 他说李白成舟将欲行 做什么呢 呼闻岸上踏歌声 他说桃花潭水 生千尺不及汪伦 所以李白呢 也是坐船走的 这个不是米利多 也不是以夫索 是安徽的某一个地方 在桃花潭的那个地方 他常常去探访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叫汪伦 汪伦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朋友 在当时呢 李白有很多其他的朋友 其他的朋友呢 都留下了很多的这个著作 比如说像这个赫之章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人呢 都是跟他有一些交往 然后也是很有名的 但是汪伦并不是那么有名的一个人 可是李白呢 就跟他感情特别深 为什么呢 而且感情这么深的时候 离别要讲一些什么的话呢 那保罗也是成舟将渔行的时候 保罗跟他们也感情很深的时候 他们要讲一些什么话呢 当李白要走的时候 他非常的惊讶 因为可能前一天晚上已经离别过了 他说呼闻岸上踏歌声 这个踏歌是当地的民书的一种音乐 这个踏歌就表示有很多人一起用脚在走路 在踏的就在硬核这个 所以呢不是汪伦一个人来的 他之所以惊讶有几件事情 第一个汪伦怎么今天又来送我 其实昨天晚上可能已经送过了 第二个呢 汪伦怎么还带了这么多人来 所以他就有感而发 他说哇我们这个感情真的是很深厚 升到多少呢 升到没办法比你啊 再升的非常深 一千尺深都比不上 那么保罗成舟将遇行的时候呢 他有什么样的情感要表达呢 摩西临别的时候 有什么情感要表达呢 耶稣临别的时候有情感要表达呢 那保罗给我们留下什么 我们看一看 所有的这些离别当中啊 其实都有一些的共同的特点的 我们看一下摩西的共同特点 摩西他离别的时候说了什么 摩西他知道他将要死的时候 神就告诉他 神就让他把这个律法的话呢 写在书上 让他写完了呢 就交给以色列人 然后摩西从神那里领受了 他就说将这律法书放在约柜旁 放在这里干什么呢 以后要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 当然也要来带领以色列人 怎么样去行那些事的事情 当他们不是的时候可以见证他们 当他们是的时候 神的话语继续地鼓励他们 这是摩西临别的时候 给了他们一个 留下了什么呢 留下了律法书 以后他们每过一段时间就是 诵读 他们每七年一次有非常盛大的会议 在那里诵读律法书 而且呢这个律法书 除了那次很重大的诵读 诵读以外 还有平时的 他怎么吩咐那些人的呢 摩西吩咐他说 你们自己要谨守遵行 而且还要殷勤教导你们的子子孙孙 怎么教导呢 无论你们住在家里面 还是行在路上 无论你们是躺下还是起来 都要教导 感谢神 所以摩西临别的时候 是这样教导他们 换句话说 摩西把神的话 留给他们 虽然摩西走了 摩西不能在身体上面 去做神话语的管道了 但是神的话 而留下来了 留在书上面 留在书卷上面 留在羊皮上面了 留在可能刻在石头上面了 以其他的方式 把神的话留下来了 那么耶稣呢 耶稣说 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 我父家里面原始有很多的地方 我去呢 之后还要接你们回来 跟我一起去 而且呢 我去的时候呢 还有一位宝灰师 我要求父 父要赐给你们一位宝灰师 那个宝灰师是什么 就是真理的圣灵 他要指教你们 他要想起你们 他要教你们想起 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 而且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所以看看摩西 看看耶稣 当他们的肉身要离开 他们所爱的人 以及爱他们的人的时候 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们留下一些东西 他们赐给他神的话 他们留下一些印记 这个印记是代表神的话 他们也赐下 当然摩西不可能赐给圣灵 但是耶稣是求父 父赐下圣灵 给耶稣当时要离别的门徒们 那保罗在这个离别证言当中 他留下了什么呢 他要求父要赐给人们什么呢 我们看一看 基本上我们刚才读了那一段 保罗讲的长篇的大论 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呢 就告诉以福所的人说 你们知道我如何受神之托 忠诚之事的 第二个段落就是说 所以你们该如何受神之托 忠诚之事呢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两个段落 第一个方面 保罗告诉以福所人 他自己是受了神的托付 并且他很忠诚的对待 神对他的托付 第二个方面呢 他挑战以福所人 也借着挑战以福所人 来挑战我们今天的每一个门徒 我们也是受神的托付 来忠神之事 当我们讲到受了人的托付 要忠神之事的时候 我们就讲到在这个论语当中 孔子和他的一些学生 曾经讲过这样的话 其中一个学生叫曾子 曾子呢 这么说 他说我日常常三行五身 就是三次省察自己 省察什么内容呢 他说省察第一 第一就是为人谋而不忠乎 第二个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第三个是传而不习乎 他三个方面 我们可以把它很简单的 很粗糙的分成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对自己上级的 上级如果托付你一件事情 你就应该很忠实的 去按照指示 按照他是托付的这个命令去做 第二个是对平级的 跟朋友相交 要有信用 要有信用 第三个呢 其实是对下级的 第一个教导 你传道给别人 教导别人 其实教导别人要什么呢 自己也要 自己也要学 自己要把它行出来 所以呢 他就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教导 这样的一个顺服 这样的一个以身作则 无论是对上级 对平级 还是对下级 把我们呢 都说了一个 大概出来了 都说了就是非常的正确 就把我们的一个托付呢 就把它给表达出来了 那么呢 我们再详细看一看 保罗在第一个大部分 说到我自己 保罗自己是怎么样受神之托 终神之事的 他那里面呢 就讲到几个方面 我们从第十九节里面看到 他说 我是服侍主的 服侍主凡事谦卑 眼中流泪 这是他讲的一个例子 讲的一个开篇 这个开篇告诉他 他说我之前呢 在你们当中始终为人如何 是你们知道的 其实这个是大家都可以做见证的 是大家都可以知道的 那你们所知道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服侍主凡事谦卑 眼中流泪 感谢主 他在服侍主 那么服侍主其实有很多的内容 我们把它说的最简单最简单化 就是既然是服侍嘛 那就是仆人服侍主人 对不对 仆人服侍主人 我们最简单就是说 主人说什么 仆人就去做什么 所以服侍主的事情 服侍主的这个 这个最根本的 或者说最核心的内容 最基本的内容 是什么呢 就是要听主人的吩咐 那主人说了什么 主人做了什么 我如何去效法他 主人说了什么 我如何去执行他 这就体验出 我自己是忠诚还是不忠诚 是体现出我们之后 要受到神的评论的时候 神师父跟我说 我是忠心良善的仆人 那么大家注意到 这里面一个字 他说我凡事谦卑 眼中流泪 那也就是说 在他的所有的事情上面 他都以主为主 凡事 所有的事情上面 这个只有一个谦卑的人 才可以做得到 只有一个谦卑的人 才可以真正的做仆人 如果在有些事情上面 在有些事情上面 我说我可以容易顺服 这件事情因为我也想要去做 如果说 这个陪 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 我们父亲两个 有时候我们分工的时候 分工的时候呢 怎么样呢 那比如说 我们有的时候要工作 要学习 要做家务 要带孩子 那么如果这个 家伙跟我说 说 那今天你就带孩子运动一下 因为你看他们这个玩游戏 游戏太多了 你去运动一下 带他们运动一下 那我当然我就 很容易就去了 因为我也想运动 对不对 因为有些事情呢 我很愿意去做 我就去做了 但是如果说 哎呀 这个还有别的事情 你把这个准备一下 或者说这个家务做一下 或者还有一个 那个我们有几个电话 还没有打 你把这个打一下 那有些事情 不一定是我自己想要去做 那那些事情 我是否能够谦卑下来 能够在神的面前 行事说 哦 夫妻之间 这是神派给我们的一个团队 我们圣经也教导我们说 丈夫要爱妻子 要舍己 要 那么我可不可以 把现在手上的事情放下来 我们就去做这件事情呢 这个就对我 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相信对大家 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凡事谦卑 不是有选择性的 哪些事情说 我可以谦卑下来 如果是有选择性的那种谦卑 那并不叫凡事谦卑 也不一定是在服侍主 那么保罗在服侍的过程当中 眼中流泪 他有很多的患难 跟随着他 那其中的有几个患难呢 他在这句话当中没有提到 但是在其他的场合 你是可以看到的 他们被人诬告 告到官员那里去 然后呢 还要被人打 还要与野兽斗 还要与空中执政掌权的 这些呢 在其他地方 在他写个以无所人的书信当中可以看到 在使徒信传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的 但在这里呢 他没有提的一些 他只是提的另外一点 他提的一个什么呢 是犹太人设谋来害我 那这一点 也是他患难 众多患难当中的某一种 犹太人设谋来害我 那因为他所传讲的 耶稣基督 他讲 他所传讲的耶稣基督是 死女复活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 第三天又复活的耶稣基督 但是在犹太人当中 他们所期待的那位基督 他们所期待的神 所赐给他们的那位君王 应该是在政治上面 在经济上面 在军事上面 为他们设立一个王国 甚至 在耶稣复活升天 向他们 他们都还在问 以色列复国是什么时候啊 那些都是已经对耶稣 已经充分了解的人 人都还在问 你可以想一想那些对耶稣 还不够了解的人呢 他们这个观念是根深蒂固的 他们这个观念 非常的非常的强烈 在他们的思想里面 所以很难去改变的 除非圣灵亲自的改变他们 所以就像圣灵改变彼得一样 在异象当中 让他看到福音的需要 让他看到福音要传到外邦人去 让他看到 以色列人没有比外邦人 有更加特殊的一个地位 大家在主里面 都是因信称义的 所以大部分犹太人 当时的大部分犹太人 一直到现在 大部分犹太人 都是不认同我们所传的这位 死而复活 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面 第三天复活的耶稣 大部分的犹太人 他们还在等待基督 并且他们认为 你如果传这位受苦的基督 这位受苦的耶稣基督 就是神所告定那位的话 这是亵渎神 所以为了他们热心的缘故 他们要服侍神 所以他们就得迫害 这些所谓的异端 因为你传耶稣基督 死里复活的时候 他们认为这是异端 你传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 他们认为这是异端 他们为了服侍神 所以就要去迫害你 所以他们就迫害保罗 这是保罗所提的 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保罗说 我服侍主 凡是谦卑 即便在这个困难当中 我还是领受了神 对我的安排 感谢主 那么他接下来怎么说呢 其实他说 服侍主有很多内容的 不只是我在领受神的恩典 和传福音的道 或者在会堂里面去教训人 其实这里面涉及到很多内容的 其中它涉及到的几个内容呢 它就特别提到了 两个内容跟人打交道的关系 就是教导人和护照人 这两个内容 他特别提到这两个内容 接下来就在二十节和二十一节里面 他是讲服侍主 我服侍主的当中有几个内容 就是跟人打交道的 那事实上耶稣也是这样的 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 马太所记载的耶稣的行 这个行动当中 我们看到呢 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的最后 大概第二十三节之后 一直到第九章的三十五节 这里面出现了两句几乎是同样的话 就描述耶稣是怎么服侍主的 耶稣是怎么服侍神的 耶稣在什么呢 他走遍加利利 或者是走遍各城各乡 医治各样的疾病 这是第一件事情 在会堂里面教训人 这是第二件事情 又是要传讲天国的福音 所以他就记载了 这三件特别的事情 这是耶稣服侍主的主要的内容 他关心人的需要 把神的道来教导人 把天国的福音传给世界 所以感谢主 实际上这也是我们教会的使命 我们的教会使命 在去年和今年我们不是要参与吗 我们要参与和再参与 我们在哪方面去参与呢 我们怎么去参与服侍主呢 我们就参与在独圣经上面 在祷告上面 在团契上面 在传福音上面 所以感谢主 这个正是我们在效法保罗 效法耶稣服侍主的内容 也就是说在教导人 在呼召人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呼召人去悔改 当我们教导人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怎么样把神的话 实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其中有一条 是在这个 其中有一条 我们最近正在 在读的话语当中 有一个 比如说这个 刚才我们看到教导人和呼召人 教导人就是说 凡有耳可听的都听了 呼召人当中 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 都呼召人来悔改信耶稣 那么这都是我们服侍主的一个内容 我们现在在去年和今年 我们一直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在神的话语当中来学习 来鼓励大家 彼此鼓励彼此一起来学习 把神的话实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那么我们有一个翻译团队 我们就把这个灵修的计划 就翻译成中文 我就摘录着其中的 翻译着总共有二十多天 我就摘录着其中的一天 我就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 用神的话语来教导神 这个是约翰123书 通过约翰福音来学习彼此相爱 那在这一天的这个灵修当中 他是这样写的 他说 说我爱你这句话很容易 将这句话付出行动 这要困难得多 其实在某些场合之下 说这句话也不是很容易的 有些人可能很容易说出来 对有些人不一定很容易说出来 但对某一些人来讲 说这句话其实可能本身就是服事 跟神说这句话我爱你 跟你的配偶说这句话我爱你 跟你的孩子说这句话我爱你 跟你的父母说这句话我爱你 对某些人来说 你说这句话就是一个付出行动 但是这一天的灵修的计划 常常就是继续往下写 他就说他需要付出很多的行动 需要我们更多的参与 这是一种呼召 要求我们彼此来设计 我们多半不必会为了救人 而去挨子弹 或是跳到奔驰的火车面前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呢 是放下自己的私心 把别人的利益和需要 放在自己的利益和需要之前 我们被呼召去向自己的家庭 社区甚至普世的教会 表达这种爱 这个呼召有很高的代价 它要求我们饶恕 说诚事话 互相背负重担 彼此带导 放下自己的利益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活出 所有这些彼此的经文 这些彼此的经文是什么呢 就是彼此鼓励 彼此相爱 彼此相顾 勉励行善 就是这些彼此 饶恕 彼此这样的经文 这是一个伟大的护照 我们靠自己是做不到的 我们需要神 在我们里面的能力去爱人 而不只是在言语上 当然也在言语上面 也在能力和行为上面 感谢主 这是我们可以效法 保罗去效法基督的一件事情 他服侍主 凡是谦卑 满眼流泪 他服侍主的其中一个内容 就是教导人 凡有耳可听的 无论是在会堂里面 还是在会堂外面 无论是在走在马路上面 还是在家里面 他都可以去 他呼召人 无论是犹太人 还是西利利人 还是外邦人 其他的外邦人 他都可以去 这是我们可以去效法的 我非常地感谢神 在我们身边 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榜样 不只是从圣经里面看到保罗 我上次跟几个其他的牧师在一起 我们就在一起有一些的分享 其中一个牧师讲他的事情 他说他这个在 他是给那个Lift Lift就是跟Uber 差不多的一个公司 可以给人开车的 Lift 他说他给Lift注册 做这个司机 有时候他也做 做司机就是带人 我估计他讲的 是不是在疫情之前 疫情之后 我估计他的声音 也没有那么的红火了 他说他有一个心志 就是每一次他去开车 载人的时候 他都要跟他的顾客 去传讲福音 他就讲了很有趣的一些例子 有的当然有大部分 可能就是不理他 就是拒绝他 但是也有偶尔少数的 可能会接受他 那我们在这个 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我们常常会碰到 这种不同的情况 有的情况就像他开车的情况 这一生你可能就是 跟他见过这一遍 那在那个时候 我想我们选择 跟他讲一遍福音 或者找机会跟他讲一遍福音 这可能是一个 非常明智的选择 因为 你可能这一生都再见不到他 说不定你今天埋下去的种子 在他的生命当中 就可以发芽 就可以成长 其他人在生活当中关心他 他就好了 神的福音就在他的生命当中 大根了 感谢主 这个神的计划当中 有你的一份 但是还有很多的 其他的情况 也许就是你身边的人 你不是见一面就不再见的 可能是常常见的 是同事 是朋友 是邻居 那这样的人呢 神呼召我们 要去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把那种爱体现出来 可能关心他 向他说诚实话 向他表达你的关心 这样 所以感谢主 我也受到这样的一些 鼓励的榜 所以在我通常有旅行的时候 我知道在飞机上面 我去打滴的时候 我去坐Lift 或者坐Uber 或者坐滴滴打车的时候 我知道这些人可能 这一生当中 我可能就见过这一面 那我也觉得那部分时间 我都就是跟他们 就是分享福音 那么有时候呢 在这样的状况下面 居然有人信福音的 为什么 是因为其他人 在他的生命当中 已经买下这个种子 我在前不久 也 我好像跟大家说过 就是在电话里面碰到一个 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碰到的 所以我跟他就传福音了 然后 我最近 可能就是上个礼拜吧 我知道有人要回中国了 那正好有机会跟他见面 那我就向他传讲福音 送一些属灵的资料给他看 那么虽然他还没有信主 他还没有接受福音 但是这个种子就埋下来了 感谢主 保罗他要我们这样去效法他 因为他做的榜样 就是受神之托 终神之士 那我们今天也照样可以这么去做 那么服事中的另外一个内容 就是领受主 怎么说呢 22节到24节里面讲 他说凡地 就是在各城都有圣灵的指证 指证什么呢 有锁链和患难等着保罗 但是呢 他说什么 他说 即便如此 我却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 我一定要行完我的路程 并且要成就主耶稣基督 在我身上的指示 那也就是说 他在领受主给他的那个执事的职份 领受神给他的那个使命 那这个对我们也是很大的一个榜样 也就是说 神如果把一些患难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依然要来领受神的这个患难 领受神给我们的这个患难 他允许发生在我们生命的一个患难 也许他借着这个患难来磨练我们 神说他在犹太人的寂寞当中 保罗说在犹太人的寂寞当中怎么样 他经历试炼 对不对 神允许那些患难 允许那些逼迫 允许那些很不幸的事情 发生在保罗的身上 允许野兽对他的攻击 允许人对他的鞭打 允许船翻了 允许很多这些很不幸的事情 在他身上发生 允许捆索和患难 在耶路撒冷在各城都等待他 这是神所允许的事情 那神允许的这件事情 作为凡事谦卑 要服侍主的话 就应该领受神给我们的这个职份 这个职份当中 若是让我们来服侍人 服侍主 或者让我们面对这个患难 甚至在患难当中 都还喜乐 欢欢喜喜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领受吧 在某一个 就是一月份的时候 一月初的一天 我的轮胎呢 在两个月当中第三次爆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这么好的运气 真的是中招了 在差不多两个多月一点点的时间 我的轮胎差不多有三次 这样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情 但是每一次 我感觉神都好像有一些的 事情要告诉我 有一些的所谓的 所谓的小小的患难 临到我的身上 好像有一些事情要告诉我 那第三次爆料的时候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爆 前面呢 可能就是那个气慢慢的漏啊 你到了一个地方 然后就停下来 就找办法打气 最后开到车垫里面去修 可能这样就好了 但那次呢是爆得特别厉害 就爆得马上那个 表盘上面就显示 你的轮胎就没气 然后就听到那个声音不对了 然后车就有点这样 歪了 飘了 所以我就赶紧就减速 其实你不减也不行 他自己就帮你减 就靠右边 靠右边停下来 一看 就完全就没有 完全就没有气 完全别了 到处找找不到 后来呢 打气是不可能了 就只能找备用胎嘛 对不对 然后我就开始去找备用胎 找备用胎的同时呢 我就给妻子给孩子打电话 那时候Alex还在那 我就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开车 来救我一下 就打电话 打电话就告诉他们情况 然后我就继续找备用胎 他们就在看一看 我在哪里啊 就做一些预备的事情 就影响不了 我一直在去找备用胎 一直找 一直找 差不多找了三四十分钟 差不多找了一个小时 把所有的那些 我可能的 我能想到的地方 我都找到了 而且有几个地方螺丝 都还弄得蛮紧的 我说难道要把这个螺丝 撬开了之后 备用胎踩在底下嘛 所以我就从那个后仓 然后趴在地下看 然后到处看 找了半天就是没有备用胎 后来儿子跟我打个电话 他说 爸爸我刚才查过了 那个说明书里面讲 说这款车没有备用胎 所以在这样的事情当中 我就开始思考 我就想 神啊 我在这个患难当中 真的是太不谦卑 为什么呢 因为我太依赖过去的经验 以前是这样做的 那这次就这样做 我完全忘记了 有说明书这件事情 就好像我们 在生命当中一样 我完全忘记了 还有圣经这件事情 圣经是我们生命的 说明书 我凭着我以往的经验 我觉得这样做 可能行得通的 我觉得这样做 可能可以解决问题的 但是神给我一个响亮的耳光 说昆明 你的经验在这里 不适用的 你忘记看你的说明书 感谢主 在患难当中 你就有一些思考 不知道是我思考的不够呢 神给我更多的爆胎呢 还是说 我学到一些功课 神觉得你还可以学更多的功课 给我更多爆胎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反正就在那个情况下面 我们就领受 神给我们的那个患难 那么保罗在这里 就是这么做的 保罗他服侍神 凡事谦卑 他服侍神 满眼流泪 他服侍神 就去教导人 凡有耳可听的 都受到他的教导 受到他的呼召 他教导人 是凡于人们有益的 都教导 其实神的话 都是有益的 即便是这些患难 即便是这些受苦 也是与我们有益的 诗篇119篇第71节 是这么讲 他说我受苦 是与我有益 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 第72节 说你口中的训言 与我有益 剩余千万的精益 所以感谢主 保罗这样去教导他们 凡事谦卑 凡与我们有益的 所有的都是与我们有益的 神的话就这样去教导人 凡有耳可听的 无论是犹太人 还是希腊人 我们都可以蒙受 神借着保罗的这个护照 并且我们在凡事上面 在凡地 即便有苦难或者没有苦难 我们都来领受 神给我们的安排 领受神在那个处境下面 要我们学习什么样的功课 那么现在我们就很快进到下一个 第二个部分了 保罗重点讲到第一个部分 他自己是怎么样 受神之托 终神之事的 所以很自然就产生一个效果 就是你们也应该这样啊 我是耶稣的门徒 你们也是啊 所以你们该如何受神之托 终神之事呢 那么你们要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效法我 为什么呢 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 叫你们知道 应当这样劳苦 扶住软弱的人 又当纪念主 耶稣的话说 施比受更为有福 也就是说 他凡事给我们做榜样 那做榜样这个词再一次 这个概念再一次出来 跟他讲话了一长段的 一头一尾 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呼应 那这个他讲话的这一段 我们今天所读的 是第17节到第38节 那么这个35节是他讲话 我们这个打的引号的最后一句话 35节是说 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 那么其实他一起头也是怎么说的 他的起头是怎么说的呢 起头是说 你们知道我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 也就是说你们看着我在做这些事情 我就是你们的榜样 那一头一尾都是在讲榜样的事情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看到他的重点 就是怎么样学习这个榜样 保罗是怎么样学习耶稣的 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学习 保罗去学习耶稣 我们怎么样去学习耶稣 他讲到稍微具体一点 他就说 我把你们交托 我把你们交托给神 而且神所托付你的事情呢 是神在托付你们 去照顾全群 去监督 去谨慎 去牧养 不要轻看这个职份 这个职份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 不只是给长老指示牧师和使徒的 不只是给他们 是给我们每一个门徒 我们每一个门徒都要自己谨慎 我们每一个门徒都要牧养自己的家庭 如果你是在家庭里面是做父亲的 做丈夫的 也要牧养自己的家庭 如果你是做母亲的 如果你是做孩子的 如果你孩子当中 你家人你的上辈还没有信 你的上辈还没有信主的 你要为他们谨慎 为他们谨慎 为他们谨慎祷告 你要为他们的灵魂负责 要监督他们 要牧养他们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牧养的羊群的 求神向你指示 求这位圣灵 行传当中的圣灵 来指示你 哪一些是你牧养的羊 也许在你家中 也许在你邻居 也许在你同事 也许就在你的朋友圈子里面 神把这些群羊 托付给你了 你受了他的托付 你要忠于他的事情 那么不光是神 托付我们做一件事情 而且呢 神为这个结果来负责任的 这真是太好的一个消息了 我们只要忠于 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我们的结果却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我们被交托给神 神的道 神的恩惠能建立我们 能让我们同德基业 能让我们在诗的时候 却更为有祝福 感谢主 这就是我们效法保罗 效法耶稣 效法我们身边 那些正在效法耶稣的人 的一个方式 一个印证 也是一个指导 让我们把自己交托给神 并且让神托付我们的事情 我们忠心去做 我们为自己谨慎 也为我们神托付给我们的羊群 来谨慎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 因为你帮助我们 你在一切的事情上面 为我们做了榜样 你爱我们 你不只是在言语上 并且你在行动上面 你舍弃 你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 舍给我们 就像罗马书所说的一样 他既不吝息 把自己的儿子都舍了 既不连同他 把万物都白白地舍弃给我们 感谢主 这是你言语以上行为的表达 这是你爱我们 并且你托付我们 让我们去效法你 效法你去爱 效法耶稣 去为人洗脚 去为人服侍 去彼此相爱 效法保罗 怎么样去效法耶稣 求主帮助我们 神今天给我们的托付 让我们忠实地去彼此相哭 勉励行善 激发爱心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感谢主耶稣福先生 请按下方订阅